现在的产能全开大概320万片 320万片 那扣掉我们公务使用的 大概106万片 还有一些商务工厂商 必须要使用的 大概有这50万片 所以剩下来 大概就是170万片 非常感谢我们国人同胞 大家从各个不同的岗位努力 因为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实名制上轨道 大家都不但可以买得到 而且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口罩 我们实名制是全世界唯一做成功 是因为实在感谢 我们有最好的健保卡 健保制度 实名制真的好棒棒吗 我们实在是不敢相信 而且不敢听 来看就是黄世兄他要质疑 是不是有很多口道 都掉进黑洞里头呢 包括了他发现经济部长 沈荣金还有陈时中说的 数量完全都不笼 来看到我沈荣金 在1月31号的 这个统购统销政策上 明明说每日征用400万片 那么超商会有260万片 医疗院所会有140万片 可是为什么 这跟陈时中讲的都不一样 那剩下的口罩 是不是掉到黑洞里面了呢 静品 是不是有所谓 真的有这个特权人士 把这些口罩都拿走 否则这些口罩为什么 莫名其妙消失了 比如说1月31号 这个统增统购的 这个口罩政策上路 那个时候 经济部长沈荣金告诉大家说 我们政府可以提高到 每日的这个产能 400万片口罩 其中140万片呢 他会优先发给这个医疗 医护人员 他们医疗院所 他们这个医疗机构 第一线使用 那另外260万片呢 就发放到这个超商通路 以至于当时开始就是看到过年期间 很多人就开始去排队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超商一片卖8块 然后可以这个一个人买两片这样子 一直这个买到没有卖为止嘛 然后很多民众跑遍了 所有几十家超商可能都买不到 后来这个到了2月5号6号的时候 突然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现在 就是说开始一个礼拜用健保卡 开始每个人只能限定买两片 7天平均只能用两片 那结果在当时2月5号的时候 也同时告诉大家 其实政府已经给了这个医护人员255万片 仔细算下来 一天平均就是42.5万片 那一天平均42.5万片 可是我刚刚不是讲 1月30日要统征统购 这个口罩证事上路以来 你说可以一天给医护人员140万片 140万片减掉42.5万片 那消失了97.5万片 将近100万片的口罩 医护人员没有拿到啊 你这个沈隆金 你是不是要跟这个陈时中抗议指挥官 对一下口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口径 是不是要统一修正一下 到底是听陈时中讲的 还是沈隆金讲的比较对呢 那如果是沈隆金一开始说的数字 没错的话 那陈时中后来讲42.5万片 255万片是总数 那将近100万片到底去了哪里 好 我刚刚是不是说 沈隆金一开始告诉大家 260万片给超商通路 后来到了这个口罩 从2月6号开始改成 要去健保特业药局买的时候 政府才告诉大家 所有的通路其实只有160万片 那好啦 这么巧 那另外100万片跑去哪里啊 你1月31号告诉大家 通路有260万片 到了2月初又告诉大家 通路只拿到160万片 所以刚刚燕迪你问我的说 是不是有特权有利人士才能扣住 我也是高度怀疑啊 这些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 你的口罩怎么还会有源源不绝的 还有口罩可以拿去支持罢韩运动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那大家在那边辛苦排队 政府还有民意代表 这些民进党立委一直跳出来说 哎呀不要排队啦 口罩留给这个有需要用的人 我跟你讲 你们这些立委大委员啦 没有跟民众小老百姓 我每天经过大街小巷 不管在我的桃园市 在我的选区各个地方 我都看到民众不管是晴天 还是很冷的这个冷风天啦 在那边排队排到这个人龙场 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立委没有办法跟民众一样排队 因为他们不需要 他们是特权阶级 他们不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这样贱民一样去排队 那些官员啦 你们只能说把口罩留给第一线的人员 你们不要用道德去绑架 这些不确定风险的民众嘛 你们只会各位民众这样喊话 那你们要不要查一查 这些消失的黑洞 将近两百万片的口罩 到底进了哪些人的这个口袋 或者是进了哪些人的这个仓库 或者是你政府到底要不要去查一下 跟民众交代啊 因为这一定跟排队辛苦 每天只为了 一个礼拜只为了买两片口罩的民众无关啊 你不要把责任都转嫁到民众身上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官员跟民意代表 不要再做那些假惺惺的 道貌暗然呼吁了 你可怜一下这些排队老老百姓好不好 要不然你自己下来排队 其实政府的这些统真口罩 还是有一些漏洞有一些问题 因为今天就传出了 有工厂哦 他们是小的工厂 结果没有被政府给征收到 那现在他就被人家发现 人家就说你工厂是不是有在囤积 这该这下来又该怎么办 你知道黄世修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其实在前年 他后来就说 要采取用实名字配售的时候 我就说因为药局的部分 他事实上只能够有160 对不起 160万片 那但是他本来分配 其实我们可以分配给一般民生大众的话 大概260万片 所以有100万片 到底到了哪里去 后来呢 这个卫福部跟经济部说 他们会在优先给什么医疗院所 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像我也有去反 那个就是响应说 第一周你先领 我们先给医疗院所 好 但是问题是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进度 就是经济部告诉你 实名字要延长到4月 对不对 所以大家造成恐慌说 为什么要延长到4月 是不是一期还会扩大 但是非常奇怪了 因为前两天 政府又告诉你 大家一个好消息 3月上旬 我们的日产的这个口罩 可以到1000万片 对不对 1000万片 好 如果现在是400万片 你到了三月上旗 编成1000万片 所以你会多出600万片 但是告诉你呢 我们继续配售 实名字照样到4月 4月为止 不是搞到4月底 那我请问一下 每天增加到600万片 你准备要东到哪里去 看起来我们这个口罩的口荒 还要继续延续到4月底 对 没有错 完全重复起来 我们稍后再继续讨论 这口罩之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